這個題目不外乎就是說 如果你假設你今天不用微乳函數 你要微乳函數你就要付出代價 就是你前面的資料要正規化 但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 變成你就是要另外再寫一個這樣的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 我們第一次寫的程式是 沒有去動原子資料的寫法 這個地方主要重點就是 我們會需要先用那個for each的寫法 所以可能還是要請各位 再多學一個這個for each的敘述 這個for each的敘述很重要 因為只要以後你是某個範圍 你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都可以用for each的方式 然後呢 它會針對你指向的這個工作表的哪個範圍 一個一個的幫你把儲存殼裡面的資料 先放在sales這個變數裡面 那你就可以針對這個變數要做底下的事 底下我們是做邏輯判斷 判斷說這兩個有沒有一樣 如果有一樣的話就幫我把它同一欄的第一列資料 有沒有 而且是在前一個工作表帶過來 就是那個單位啦 OK 那跑完就記得要離開 不離開的話 它會一直跑下去 OK 效率會比較慢 那最後再來就是什麼 把全部跑一遍 有沒有 從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那這樣的話就很快 可以把所屬單位 很快就做完 最後把這兩個變成兩個按鈕 有沒有 這樣的話就蠻順的 以後的話 你只要有新的資料過來 一按就完成了 所以回去建議各位 可以再多練習 也可以把範圍打開 那目標的話就是把這兩個按鈕 把它做出來 那就表示說你是OK的 那這個是方法一 是針對什麼 針對沒有修改前面資料的方法 那方法二啦 這個可能也是同學會問說 老師那如果我希望可以把這個資料 變成這個資料 那這個資料的話 其實 把它稍微框一下 我把它用這個表格 把它框一下 這樣比較清楚 那意思就是說 你必須要把資料做正規化 所以以後啦 假設你很習慣用V圖環數查詢 或者是不是你 可能別人 你會發現很多人不會寫程式 但是他很會用V圖環數 但是只要那個資料不是正規化的 那完蛋了 他就卡住了 他就沒辦法做後續的事情了 OK 所以等於是當機了 他不知道 所以怎麼辦呢 他其實是需要有一個人 幫他把資料正規化 再給他 要不然呢 他可能每天都要先把資料正規化 再用V圖環數查 所以其實啦 我發現很多人其實也蠻虛的 其實就要做什麼事 把不是正規化的資料 把它正規化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啦 那當然要怎麼正規化 所以我們剛剛寫的第二支程式 就是做這一件事情 那一樣你會發現 這個程式裡面 一樣會有for each的寫法 所以你會發現 這一段 先for each 把這個每一個有沒有 這個範圍每一個先抓過來 那抓過來之後呢 當然要先排除空白資料 不然你帶過來空白資料 那就會有問題 所以先排除空白 所以這一行的敘述是 先幫我找到資料 不是喔 這個叫不等於啦 OK 等於是兩槓嘛 那這個叫不等於啦 所以喔 排除 這個也是排除 我不要 我不要空的喔 所以如果假設 我抓到那個儲存格裡面是空的 那就幫我跳過吧 所以你會發現喔 假如他是等於空的 他會直接跳到end if 然後換下一個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敘述的意思應該是這樣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如果 當然相反的 如果他是空的就跳過 可是如果他不是空的 那他就是把這個資料帶過來 然後把他第一列的資料帶過來 底下的這兩行的敘述是這樣子 但是K K的作用其實是我之前講的 就像那個排第幾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K還蠻好用的 蠻萬用的 我其實蠻多地方都還蠻喜歡用 多帶一個K 然後這K解決什麼 換下一列的問題 所以以後如果你有換下一列問題 你就帶個K就好了 那這個寫法喔 是我覺得應該是最簡單直覺好記 因為你就是上面就是多一個K 等於多少是從第幾列開始 有沒有 那如果你要下一列的話 就K等於K加1 對不對 應該蠻好記的吧 而且這種寫法應該是 淺顯易懂好記而且萬用 所以以後的話很多地方 程式你就是 可能還是要把一些很好用的 把它稍微筆記一下 然後以後要用的就拿來套一套套一套 所以這邊的話其實可以學到幾個技巧 第一個 範圍 有沒有 把範圍裡面每個儲存格通通幫我抓出來 就這樣寫 第二個的話呢 判斷如果不是空的 才去 不是空的喔 像這個空的要排除喔 所以這一行喔 主要就是做什麼 幫我排除掉 OK 這些空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排除 你會發現中間會多出很多空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看到 為什麼老師我資料過來怎麼很多是空的 那表示你沒有寫這個排除的敘述 然後底下還有什麼還有K 至於就是怎麼抓資料 還有這個地方就是說 哪一同一列的 同一欄的第一列 敘述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那這兩還有清除 清除也是用Range 所以最後就這樣子 那這兩個按鈕的程式雲端上也有 那這個範例也許就放在這邊 給各位回去再多演練 其實每一行每一行程式 其實都還蠻直覺的啦 應該可以看懂 因為我盡可能 我自己在這個都有自己寫的 而且我寫 其實我很多時候是剛好學生問的問題 我馬上寫出來的 所以像這個問題也是同學問 那馬上就按照我想到的邏輯 去把我想到的程式的規則 把它拼湊出來的 所以你以後你想說 那有些程式至於要怎麼寫 其實都是現場看到狀況 然後馬上對應的方法寫出來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蠻注重 就是說如果你有資料 我其實可以馬上可以找到方法 但如果沒有資料 有時候用想像的 太抽象 有時候沒辦法真的 得到一個比較好的答案 那當然因為Excel VBA 實在太多太多方法了 所以有些地方 怎麼講 可能還是可以有很多種解決問題的方法 那也不是說只有單一一種方式 除了這兩個方法之外 可能他的同學會說 老師我還想到更好的方法 如果有歡迎你告訴我 我還蠻想知道的 還有更簡單的方法嗎 這個是直接找 這個是先正規化之後再找 還有什麼方法 第三個方法 找工讀生來找 可是問題 你要不斷要找很多工讀生 要花很多錢 所以很多時候 你要靠很多人去做那些事情 變成你的費用就墊高了 人事成本就增加了 但是如果你會寫程式的話 那你就不用請那麼多人 所以其實很多企業蠻聰明的 他當然會希望說 我大量鼓勵員工每個人都會寫程式 為什麼 因為每個員工都會寫程式的話 基本上這個公司的競爭力就增加了 第二個 請的人也可以變少了 對不對 所以我老闆 我當然會很歡迎說 我們做內部訓練 每個員工通通都變得很厲害 對不對 OK 那效率也增加 競爭力也強啊 人也請的少啊 那他什麼缺點 我多付一點薪水給你也沒關係啊 因為反正我不要請那麼多人就好了 對,現在其實人事成本還蠻多的 而且很多是潛在的成本 是看你薪水拿到的其實不表示說 老闆就只付那些錢 他還有付別的啊 光勞健保很多老闆就哇哇叫啦 對不對 還蠻多的耶 不少耶 老闆要付的勞健保 而且如果還有 撫養親屬 最多好像可以撫養到四個 對不對 那些都老闆要付錢耶 這其實蠻不... 如果這樣講講老闆也不合理啦 為什麼你的保險我要幫你付 然後那些錢又不算在薪水裡面 對不對 OK 這叮噹別了 所以這一題請各位就再試試看 那再來的話呢 其實理論上我是本來有規劃第六個單元 有樞紐分析表啦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能沒辦法講到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像剛剛同學有 對那個...哪個部分啊 對那個樞紐分析表的VBA有興趣 OK 那其實當然你們可以Google找一下 不過你會發現 Google好像很難找到需要的東西 那甚至我之前好像找那個樞紐分析表的VBA 這個關鍵字 甚至好像找到有以前上課同學的那個 分享的部落格文章 OK 然後我在第六單元其實雲端上 也有第四跟第五這兩個 其實有稍微提一下 當你用那個路字去期產生的樞紐分析表 要能夠重新run VBA可以run的話 你可能要注意哪些細節 那因為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你們可以大家看一下 這個第四單元 所以你也可以在檔案裡面 範例檔裡面找到通訊產品這個範例 那其中的話 你可以看到第七頁的地方 這邊就是有具期錄製的相關細節 那還有就是說可能要注意的一些相關的地方 我這邊好像就有提到了 它會出現這個錯誤 那如果出現這個錯誤 你該怎麼解決 那這個錯誤主要是什麼 它錄製具期的名稱有沒有 它會是固定哪個工作表 可是這個工作表名稱將來會變的 它會換下一頁 你一執行就錯了 所以怎麼辦呢 你就必須用那個蓄詞物件 然後後面這個什麼R3CE有沒有 這個你要把它改成用Range物件 指的就是什麼 R3指的是第三列 CE指的是第一欄 你必須要看懂它錄製的這個語言 然後把它轉成VBA的語言 這樣子的話 你讓這個樞紐分析表的VBA就不會錯了 所以底下我有講說怎麼改 比如說像這個有沒有 如果是這個有沒有 通訊產品驚嘆號 那如果你要改VBA的話 就變成改這個有沒有 它這個驚嘆號前面 這個就是它的序則名稱 範圍的話R1 就是1第一列的第一 那就A1 那R20 C指的是Column Column是藍 7的話是第7藍 第7藍 第7藍是G R就列 R20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G20的意思 所以你要改的話你要改這樣 應該可以知道意思吧 所以如果你懂得這個修改的邏輯原則的話 以後你錄製下來的樞紐分析表 你要再去修改成VBA 那相對的比較不會出錯 還有底下啦 至於說我遇到的狀況 我有把它分享在底下 另外就是說有一些影片 其實你也可以找那個關鍵字 所以以前有上過課的 你也可以再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這些都是修改樞紐分析表的 那個錄製劇期的一些相關要點 那這個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你Google可能網路上還查不到樞紐分析表的VBA怎麼寫 因為沒人分享 我也沒有特別把這個整理整理 其實應該理論上應該可以整理成一個單元 所以底下有興趣的同學自己稍微看一下 而且蠻多的 而且有些小複雜 所以第四跟第五有興趣同學 第五的話這邊一樣 樞紐分析表 甚至我把它改寫成自動增加一個工作表 在哪個地方 然後自動把數量分析表放在那個地方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很多數量分析表 要自動跑出來的話 自動跑出報表 那其實可以配合這個方法 他就一按1到12月份的報表 自動就幫你產生在你的工作表區域裡面 而且自動命名 1月報表、2月報表、3月報表 自動就出現了 OK 好 那這個是額外有同學問到的部分 那今天的話 因為我們還有幾個題目 所以請各位待會再幫我看一個 也是一樣 不能用V6環數做查詢的範例題 所以待會的話 請各位再幫我開啟 這個範例編號是 第五個單元裡面的 第325開頭的 人事資料分欄 所以打開之後 你會看到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裡面 問題的需求 其實就是 請你第一步 先把這個D2到Q9 OK 這個範圍的資料 按下Delete 那你想說 為什麼本來不是有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範圍其實就是等一下我們想做的 那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 我先Ctrl一下 意思就是說 我的來源在B2開始 B2Ctrl就向下 到B13 那這個範圍裡面 有沒有發現 我要把 冒號後面的資料 幫我放到 D到Q 有沒有 1 2 3 4 這四個縱向的 有沒有 變成橫向的 1 2 3 4 而且要切掉 前面的冒號 以前的資料 有沒有 那所以喔 變成1 2 3 4 1 2 3 4 1 2 3 4 變成橫向1 2 3 4 1 2 3 4 那要怎麼樣 完成 那這個一定 絕對用V 絕對辦不到 如果要辦得到的話 哇 那怎麼做 沒辦法 這個應該已經 超過那個 V羅函數能辦的事情 那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假設你要用 函數的話 那要不想到最多的應該 用像 Index 像 Interact 像 Offset 等等的才可以辦得到 那至於怎麼做 請各位先打開這個範例題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呢 把它刪掉 第三個練習看看 這個有沒有 放在這裡 這個放這裡 那不是這樣 你點兩下 Ctrl C C Ctrl V 如果你是這樣在做事情的話 那你要做到什麼時候